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虽然是旅游季还是假期 咱们出版的观众不算太多 可能没坐满 当然了我刚才说这句话是有纰漏的 不是今天坐不满 是我们标准时间两个小时 前一个小时坐不满 哎呀 也不一定 都一定的 更确切的说呢 大概是前45分钟坐不满 为什么呢 您要常听那个书馆的您都知道 标配呢是两个说书的演员 我呢 叫鸡鹤武 这个您比较了解 为什么呢 就是雷打不动的开场 都是头一个说 今天呢 还有一个演员呢 是我们书馆的中流砥柱 叫李浩阳 李老师 人家说的好 课班出身 我呢 用我们行话说给人开个场 做一个小铺垫 您呢 如果说今天啊 当然书馆呢 跟那个底下篮子有点不一样 书馆更多的是老观众 长期来的 因为这个书得接着听 他不接着听呢 可能这个故事呢 他连不上 但是呢 咱们变个地段大石烂 又是这个好季节 又是这个旅游季 我估计今天呢 可能有少数是旅游的观众撞进来的 有吗 有 哦 还真有旅游的观众 这个我往这个撞进来的 哎呦 谢谢您花了钱 买个教训吧 老观众 就他老来 你知道吗 文化说 我们说的怎么样 他老观众 真的 就这几个老观众 他年年久不是说 虽然说我们水灯不行 他们花钱买票 一场一场的绑 他们就提不上买个教训 他们是钱多烧的 就是跑我们这 这个这个 我这水灯吧 就算行好事来了 对不对 慢慢给您说 呃 一会大概 这标准时间两个小时 我今天呢也快点说 我今天呢也快点说 一会呢大周这个李浩阳 李老师 人家是科范书身 说的精彩 外边呢 外边呢等着那不怕不闲热的那些小姐 人呢 也就是陆续都进来了 哎 那这个 闲说了两句 刚才拍一下小木头 本来我说上来呀 不跟您说几个废话 直接背个定场诗 现在说了几句废话呢 直接来个定场诗 当然了啊 各位啊 您对我的定场诗 不要太期待太高 你知道吗 老观众都知道 不行啊 你值得期待 您说 我 你值得期待 行行 我没 小时候大点事啊 吓死我了 是吧 谢谢啊 那个 粉红可爱 小 那衣服小姐姐 别客气 别客气 哦 哦 是有点客气的 叫小姐姐不合适的 咱定场诗啊 差点忘了 念 念吧 是不是先先得拍一点 还是拍行吗 不后边拍吗 先拍一下 雨中骑行 风过寒 雨透山 沸永行 路更宽 一时心里好喜欢 忽然间 麒麟吼南天 雷阻灰金边 撞灾 美烟 啊 这个您可能听不明白啊 谢谢这位小姐姐 还有这个 关注我的微博啊 我微博还有关注呢 我记得最高屏的记录是四个 这个呢 您就更难为学生了 往往人家定场诗的 我们这儿有说的好的 也爱琢磨着定场诗的 像是那个 一会儿这个李浩阳老师 李根 包括九春 除了我也没胜谁了 人家三位对这定场诗啊 就是挺下功夫 尤其这个李九春 哎呀我也听过人家说的好 确实是 说一个小时十二分钟 批定小时 给人批 一小时五分钟 他琢磨这个 我这个呢是什么呢 刚才小姐看回国了 我说现在呢 就是老观众都知道 对对对 这个人家说书各有特点 我这说书特点呢 就是体型呢 可塑性比较强 能胖能瘦的 这个从196斤呢 减了136斤 哎这个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从136斤呢 我又长回196斤 就是伸缩性比较强 这有时候就是 咱们80后啊 就跟咱们小时候 看一部那个动画片 就是一家子 那叫什么 跟橡皮泥似的 叫什么那个 爸爸爸爸 我这不占今天一把 对对 就那个爸爸爸爸 就是我这伸缩性 就比较强 当然了 这是出于这个 没有人没抓的毅力 哎 当然了 这个反弹过一会 真是又回到196斤了 我每次都是从196斤 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家那个门厅那呢 有一个镜子 就是原来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被贴打了 我每次照的时候呢 我镜子嘛 站在一个位置 照一个镜子 一个窄镜子 我发现到194斤 到196斤的时候 我的这个边缘 就已经在那镜子边缘了 这我就容忍不了了 所以呢 从那会儿开始前 大概这回呢 是从天津出差 捡到现在 打着这个各种招用劲吧 虽然说一上来呢 你也没看出来 因为我这个基础比较大 也没看出瘦了吧 能看出来 真真能看出来啊 真能看出来啊 就我那谢谢谢谢 从天津196开始吧 现在那个大概捡来了20斤 今天早上 那什么的 当然我这回 我都不敢说再努力了啊 当然那老换方式 因为呢 这个健身呢 确实不太专业 健身成效没有多少 不健康的这种减法 极端的这种减法 包括这个 去做力量的这种伤可没少伤 现在什么好几个关节呢 这就都带着伤 勉强的呢 去做力量呢 都得护着点 估计买了一大堆 好这回呢 突发奇想啊 从抖音上搜一下 开始骑自行车了 为什么这个 买了一辆公路自行车 我还查着 因为我不懂啊 也有骑公路自行车 骑山地自行车了 我呢 好在怎么着呢 您都知道 我这是北京孩子 我是正经老北京郊区的 对不对啊 其实就是五环 五环到我们单位呢 以这个前面的终点呢 大概是19公里多一点 有的大概是18公里多一点 就是小20公里 这样呢 上班 我提前出来点 上班骑20公里 下班骑20公里 一天40公里 怎么对这个减肥呢 也有个好处 所以这样呢 稍微 而且我还挺喜欢 这个机型 真的真的 挺过瘾的 尤其天涼会儿 再吹点风 追风少年嘛 是不是 感觉挺好 当然呢 我觉得 对这个身体啊 包括调节 包括心情啊 都有一定调节作用啊 挺好 我就坚持齐了 如果说我这个 学生音质的 我屹立立立立不强啊 您如果有那咸空粉 您在什么这个平台上 抖音上 微博上 您有这咸空粉 您提醒我一下 啊 您喝我 你干坚持了 你不要再懈怠了 我谢您各位 不过这首 《定场诗》呢 也是学生我胡奏的 那天呢 这个骑行 按说这个公路自行车 轮路比较窄 比较速度快 我也是抖音查的 蓝色也不懂 下雨就不应该骑这个了 那天呢 天挺好 下午我从家出来 上班 说有雨 我就没信 结果呢 下班回去的时候 确实有雨 有雨呢 就在雨中骑行 骑了20公里 回到江 还稍微注意点 注意点呢 然后呢 那天正好 赶上那个 南辈是雷震雨 打雷下雨 为什么写这个呢 就是泡的那几句就行了 那个打雷的天 学生我从小 从特别小孩的时候 懂事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爱好 我就喜欢那个 下 打雷下雨的天 喜欢听雷声 喜欢看打闪 打雷 特别喜欢 小时候 那个几帅的时候 有一天 那个一宿 下这个大雨 雷震雨 打闪 能看多半熟 喜欢这个 那天突然 这个雷 闪电 也特别漂亮 怎么形容一下呢 那句是 忽然间 麒麟吼南天 南辈呢 一声雷声 雷祖灰金边 怎么呢 这个其实啊 也是突发奇想 我是这两句 怎么过去呢 哎 想起最近这个 前一阵挺火的一个 电影叫风神 这个呢 是风神里的一个人物 雷祖啊 您让人信道教 您知道 这个雷祖呢 叫雷部正神 叫九天应援 雷声土化天尊 这个您可能不知道 但是呢 最后那个风神 最后出来那彩蛋 您可能看见了 就是那文太师 带着摩家四将 这个张北而归 这按照小说里说 道教这个 不是道教正宗 按照小说里来说 这个文太师文仲 死以后绝龙了 哎 被封为这个雷部正神 就是雷声土化天尊 哎 学生土化奇想写 写这么一个 哎 当然这个一首 这个胡宗的诗 你免得欺单的听 咱这个 比我俩那三位老师 那三位老师 确实说的好 包括人家九春 九春这个 定场师小王子 是不是啊 冷笑话小公主 哎 卖出心灵鸡汤小姐姐 多种头衔 人家在这儿 给您先不说出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当时听着没事 冷笑话就得给您说十多个 我看在那手机上那个 这不是有那个什么百度啊 后来我们这样一看 百度上搜 冷笑话 那不有那个记录吗 你没删的时候就能看见 你老搜这冷笑话 给各位 我这个冷笑话 你说多冷 太冷了 那乐了 你乐了那也不叫冷笑话 我那天我也不叫冷笑话 我那天跟九春胖铁聊天 聊着就是这活 我这不见得我帮我耍啊 免得其他各位啊 如果我这个太尬了 稍微的礼貌性的 给我乐一下啊 还没说 我们就聊到我们这个各个活 各个人甭讲了 谢谢 这个先别乐 就聊到我们这有一块传统节目 叫大保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 这听出来了 这这这这一定是九春的骨粉 哈哈哈哈 我们就聊这大保镖 大保镖呢 其中有一个兵器探子 就是前面一开始说 刀箱电机 所在高杀 坦官受光单减之抓 拐的流行 带尖的带尖的带尖的 带尖的带尖的 带尖的带尖的 带尖的带尖的带尖的 带尖的带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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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得出去的 收复回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先给您小窄一下 哈哈哈哈 为了这一会儿 您包袱不下 哈哈哈哈 哎就这了 哎就聊到这了 我就突发起小头 就跟旁边这些 十重点的 当着九春 我说这些兵器 我说我喜欢兵器 尤其古兵器 收藏现在这个老门 带尖的很贵啊 很贵 挺好的 我说带尖的 这个这些兵器里边 我说你们知道 九春对哪个兵器 最熟悉吗 借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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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就不用 这么笑话了 你知道吗 哎哈哈 不是 你们知道 当然你一说起 你就明白了啊 不是 你们知道九春 对这个 呃 什么兵器 最熟悉吗 他们说这刀啊 说箭啊 说棍啊 说什么的都有 不对 九春呢 九春也说 你说 你要干嘛 你要犯坏是不是 不是 那个 你对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说吧 我对什么 呃 兵器 最熟悉呢 而你对三尖两变刀最熟悉 那为什么呢 somehow 人家都管你叫戏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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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baking 难道是没人想 请各位给我看看这风神演义 给您这把评论去 看第二部 第二部还没开始了是不是 戏口没出来了 戏口没出来了 你应该读过这个风神演义得知道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这结构没想 因为这个二王神都不有一些孝天卷吗 孝天卷 你看原文件记载的是咱们是中国山谷外来狗 是一堆白色的狗 它这个施法的时候能打入象 然后能吃一切 但是那外形就是咱们中国山东那地方产的一种细狗 那我设计什么狗狗 丢人了丢人了 回魂一滴子 书归正传 对咱们还得说书呢 这个书接上文 上次咱说到哪呢 你也忘了 我也是面前想起来的 康熙皇爷加上仲家王爷群臣 保着天子康熙爷坐在这个月明楼的二楼 等着这司法天来这儿结拜 准备哪里司法天 司法天没到呢 安三太手底下一个打手叫坐地炮 前文书我也讲了 怎么叫坐地炮呢 这是个外号 出来的天全 就是因为它这个外形叫坐地炮 怎么呢 这个人矮 身高呢 过不了一尺 别一尺 三尺 对不对 也就一米多高 横下里呢 这要玩尺头 索不伦敦 亚不伦敦 跟个坛子似 所以呢 这书里这人呢也是坏人 不配给它有名字 就给它起一个外号 叫坐地炮 你像这种体型的呢 又矮又敦式的 这评书里的这个外号多了去 什么坐地炮啊 滚地雷啊 还有您最熟悉的陶啊 这行 这都是形容这个身材不靠的 就这坐地炮 作业上来的耀武扬威 他不知道深浅 上去呢找这个 华木刘三的麻烦 华木刘三呢 这回狗一样了 平常怕这些恶霸 但是今天呢 聪明看出 做这位老爷子 是当今皇爷 昌息圣主 旁边宝架的这些大者 也是熊啾啾 啾啾武夫 全有势力 所以华木刘三 我要把这个皇老爷子 刺好了 我还怕这安三太 怕这司法天 怕这个坐地炮干嘛呀 我伺候好了 这位子我就得下了 赏我个七品皇堂 这也没准儿 得了我伺候好了 今天我帮着老爷子 拿这安三太 坐地炮一上来 知道看着情景不好 想全身而退 他退不了了 上回书说到了 神力王二宿 包括上面这个 真殿大将军伯克坦 那都是武将出身 身大力不亏 楼下门口 还有两位 二宿新书的保镖 一个是铁头太岁孙启龙 一个是学生小马兽 两人都是世间的高人 有功夫 二宿神力王揪起这个坐地炮来 当球一样 顺着楼梯给他扔下去 底爷孙启龙山东人失心眼儿 王爷交代了 这楼今天许上不许下 看从上飞的一个来 我今天我不能让他下来 抓过坐地炮又给扔上去了 来回几个回合 这坐地炮这下就大了 头也晕眼也哗哗哗哗之处 最后让从飞来野二楼给扔下去了 按说扔下去就应该摔死了 没想到这小子命大 现在有两干水缸 掉这个有干水的缸里面 爬上来指着二楼一点 他不恨别人 他恨着画面留三 留三 留三 一挡着今天 你别犯着坐爷手里 犯着坐爷手里 我拿小刀一刀一刀把你刮凌去了 你等着 小腿尽刀 干嘛一再报信去 他是打着前阵 后边跟司法天骑着马 带着马队 包括底下二三百个打手 可就来了 那气势非凡的 连藏炮 再敲锣 再吹个喇叭 你想 这四个人死霸天 尤其安三太大头 得霸天 那在京城才了的 后边还有一等轿子 轿子里坐的是谁呢 前阵叔咱也说了 就是今天主萌的余四拐子 怎么叫余四拐子呢 腿也清楚让人打折了 自己走的不方便 主着两把拐 他不像这四把天是能骑马 只能坐着轿子 前面都是四把天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走 后边余四拐子 坐在轿子里让人抬着 二三百打手簇拥着 敲敲打打奔着月明后 还没到这儿呢 这坐地炮跑到这儿 跑到安三太马下哭灯就跪去了 三爷 三爷 了不动 安三太勒住死将 呜呜呜呜呜 坐地炮 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跟您说 安三爷 在这北京城有人不给您面儿 今天您跟三位爷在这月明后二楼 您拜把子 于四爷主萌 没想到有那吃了穷心 引了暴胆之徒 他们几个啊 占据二楼 我前去给您打探 好啊这几个魂不讲理 又叫了一帮打手啊 这二楼三万多人 占我一个 您知道啊 我受您教育这么多年 我跟他们不含糊 什么功夫我都用上了 什么猫船狗船 吐骨银帆 我踹他们 我跟大战三百回合 一顿吹 安三太勒 你别说了 你还踹着 你腿还为我这扇子长呢 你就说最后结果怎么 哎呀 哎呀 给欺负了 我这个双拳难敌四手 我这英雄架不住人多 最后啊 含着我 还有这华米六三 逮着了 您一定给我出气 他们从二楼给我扔去 您瞧我这一身干脆 他们欺负人的 您知道 安三太那在北京城市 剁脚乱颤的人物 今天又是他的大喜事 要跟三霸天结拜 正是要面子的时候 没想到一堆人 把他的这个前站打手给打了 那能不往心里去吗 拔点一沉 哦 竟敢有这样的朋友来搅我的局 行嘞 说不切弄讲不明 那我要打个二战到那看看 到底什么人 不给我安三太这个面子 提马就要去 旁边还有宋金刚呢 宋金刚一听 哎哎哎三哥三哥三哥 这个事来者不善 他能搅您的局 我估计就跟您有个理系 有个矛盾 来者不善 您呢身份高贵 您是我们几个人的主星人 这二战您别去 我宋金刚 谋随子见火到哪去 论打论杀 我一个人盯着 这会儿您就看出 宋金刚对自己这功夫 身上的大师 有自信 一个人就不像底下这些 三角门四门岛 这些这个 嘎啥子流气群上 他们平常没什么能力 包括这个坐地炮 就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韩三太 手底全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就会动嘴儿 平常打架的也打过 打的是群将 仗的是人多 真说一个人出去 那碰见贵点的 直接就让人要 铁螺丝和宋金刚可不是 闯荡江湖 那是高明的把势 这会儿就有点孤方自赏 就我一个人盯对他们一帮 闲信我的能力 看看咱们的义气 刚要提马去 安三太太 把这宋金刚拦出来 我说宋德哥 他们这帮人呢 无非也就是看着咱们好心里别人 或者以前跟我安三太太有什么离奇 也不知道是哪路的朋友 还用您大驾光银吗 真说大有您用武之力 我呀还是打个前传 咱们来个先文后武 真正出了事儿 我仗着 宋德爷您 旁边这个李小色 包括这个李盛飘 俩人也叫我 哎呀安三哥 我还是 绝对我还是听这个宋德哥的 这这跟他废这么话干嘛呀 咱几人过那是论杀是论打 摆他们几个半点不就完了 哎哎哎哎 这样您听我的 还是我先去 这四个人正在那矫情呢 您就听后边啊 这轿子里一聊聊 听着 嘎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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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谁来了 余四拐了 架子拐来了 一问清楚什么事儿 哎呀我跟你说 这个安三爷 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这打个第二站就别您去了 看我余四没有 我到那去 您能看我腿脚不好 架这两副拐 要论说论打 我这两副拐抡起来 那也是喊逢敌手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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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那指振什么时间呢 我们等不了 干脆定好了 就往安三太去 催马一百多个打手 跟着安三太 到了月明楼底下了 下了马 往前一走 门口还俩人 前面是书咱们说了 孙启隆跟这马兽 在这门口看着 二苏王爷有令啊 使许上不许下 这安三太一看呢 两个人气质各有不同 孙启隆是什么模样呢 梁殿的大掌柜子 穿丑果断 哎 腰里呢 是这思涛 旁边呢 挂着点小玩意儿 什么手串啊 什么这个扳根啊 都跟身上 看着挺富贵 旁边是马兽年轻的大学生 你看看不出来 是练武之人 其实马兽的本事 要比孙启隆还要大 马兽的是这个棱脸少年 从来不说话 在后边拿着个小扇一扇 躲在后边 迎来送往 有人说话 都是这孙启隆孙他敢回来 为什么呢 买费人他好聊天 安三太一看这两个人气质无一般 也知道防我的人呢 肯定有后出有背景 安排这两个人呢 也不是一般人 我呢 到跟前说两句话 也不能无客气 拿着小扇一攻守 二位请了 马兽连眼皮都没来 孙启隆过来 哎求了求了 你是谁啊 安三太一 这是个山东 哦说话这要不是 我跟他客气客气 在下安小三 这按说这么一爆 北京城没人不知道 他自己谦虚我叫安小三 要搁旁 呦呦呦呦呦呦 安三爷安三爷呦呦 您大加工 就得给施个礼 山东呢 虽然说在北京做满的 但是呢 他是个武痴 把心思都搁在裂股上了 平常百姓这件事 他不关心不知道 哦 您按小三 哎 我说三啊三啊 哎 您来这儿坐心呢 好 这安三太已经挂实了 三啊三啊 这叫实寿吧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 你管我叫三 你知道在我们这一片 三有我的身份呢 那是头一刻呢 那是头一刻呢 得嘞 既然人家这么叫 我就认了 啊我按小三 呃呃 大掌柜呢 借个方便 按小三 然后上楼 这一点 大掌柜的得说得了 哎我说三啊三啊 哎老爷子有脚在 这个楼呢 只许上不许下 但是呢大掌柜的良言想劝 哎我劝三你几句 你啊最好别上楼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个坐地炮吗 那就是被我们来人认出去 你要是知意不听良言想劝 要上这个楼啊 那坐地炮就是你的牵扯指剑 啪这话一出唇 安三在哪儿的 受不热呢 稍微心里一横 面露不悦之色 立马又笑过来 大掌柜呢 我谢您良言相劝 我这个安小三还就得理性 今天是我包了月明楼 没想到有朋友来了 这叫确占压钞 占了我的地方了 说不清闹不明 这楼我必须得上 好了 你必须得上 那当然 而且大掌柜的你劝我 我也有两句良言相劝 大掌柜的 好好做买卖 不要给人当这个守门之犬 张嘴就骂了 孙启宏虽然没什么文化 听得出来 你骂我是狗 好这大烟袋我说了 一米多长 铜锅都这么大 好 抠出烟袋 装上水 都摔羊肉了 整个这个烟袋就是白铜的 平常就当锤屎 这就是兵器 这爆脾气一听他骂他是狗 这脾气就挤来了 江湖就是犯起来 你骂我是狗 依着他这脾气 这烟袋抡起来啪这一下 安三太脑袋碎了 这地上一碗搜到哪儿了 可是呢 现在不是原来的江湖人士大掌柜的 现在投奔神力王二宿了 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碰着个讥讽他的话也得忍着 暴跳如雷这会儿压了又压 吻了又吻 对了 何不是 我是这个熟门之犬 你不听我好良人难劝盖死鬼 你上去吧 上去吧 上去吧 安三太一拱手 拿着扇子登登登上二楼 这会儿这劲儿啊 还过不去 真的 这个确实有熟啊 这人就是这样 你一句话呀 可能就引发一个隐气 就这炸了 就爆了 但是呢 爆完以后 你想不到有什么后果 可能由于一件小事 这引起挺大的后果 但是一时忍住了呢 也就平平安安过去了 有时候话难听 说点糙的使难吃 但我师父说过 人生没有太顺序的时候 往往就有试试的蛇 咱这话操啊 理不操 关键是您别验 不是 不是 如果说您实在 逼在那儿 咽也就咽 不是不找 就是说这人生的道理 你看 我突然想起 我骑车也有说 你看 我也骑这么几个 大概架起来 也得有260多公里 骑个这个几天了 一个星期了吧 我还知道 我说路上呢 别逗气 这公路自行车呢 比平安安自行车 确实快 但是呢 咱该让就让 该躲就躲 可是你让了 你躲了 有的不让的不躲的 你比如说啊 都骑自行车 你越到它旁边 突然越到 这公路自行车 一般的沙路 那撞上的 这就是事 还有那个开车 你比如你到一十字路口 明显路灯 路灯是绿的 按交通法规来说 拐弯让我执行 我这车灯起来了 人家这拐弯 人家就没有那意思 一点都不让你执行 你说你装在车上 你这都能尝试 你还得猛的杀一下 还有更过分的那天 我都快骑在我们家那边 我顺着那个 京哈那个 俯路 往前骑 那边呢 车少 到顶宽 路也好 那就可以追风少年登起来了 真一骑坏了 刚到那 我就听后边 有这个电动车响 我就有意识稍微减速了 但是瞬间减速 刚有这意识 刚要减 这后边有一哥们 开这小电动车 我已经余光盼见到我身边了 到我身边你就走 我给你骑得快 说实实 那是快 插一下就从我这个前面 横着就过去了 我这俩闸都捏死了 要不然真就撞上了 你再好的脾气 再说忍再说让 他当时一直不太小心 他插一下过去了 到我后边我过去了 我没装住啊 就没装住 杀一下 然后就赶紧往前进 实实在 你死杀你杀不住 我这脾气也上来了 但是咱不骂街啊 咱不会骂街 但是这个愤怒这个心情 你得说 会发出去 你干什么 那也就表现这样 趴我这一看 你看他还不分的 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 仨人仨大小伙子 跟他差不多 然后我就往前提了 趴这都骑着活动车 还不回来点点 开车就不过追我来了 那你说你办这错事我占领 我能饶了你吗 就这一句就行了 当时给你第二句话 也得跟 没事吧你 那不行啊 仨人啊 你个是不是 咱这就 屁啥子 对不对 所以说 说说 该验的时候还得验 确实没有那什么 那说哪儿了 上楼了 上楼了 安三太拿着小事 登登登登 不听孙启龙的劝说 上楼 到这楼梯口上 他可比坐地炮轰点 我不能直接就闯上去 万一上市魂固论呢 我没把事没工作 碰起点魂园 不知道我的身份 到这皮球日子 再把我给扔进来 那怎么行 我呀 先抱个味儿震慑一下 楼上的朋友 在下明王府的管家 安三太 能上去吗 上楼都听得出来 你想 神帝王二宿 红王白王 包括这些官员 都认识这安三太 但是呢 没人出声 一出声 他知道了 立马下去了 顶不着他 过去缭缭了 这画面六三 现在又含糊了 为什么呢 这安三太势力太大了 他虽然说知道 这个皇上 现在有后桌了 心里有底了 真正临战的时候 他来了 这个画面六三 心里有没底了 是皇上 是皇爷 是这一应的官员 他们势力是大 可是安三太这势力也不小啊 真说上来 两边一队砸起来 这皇上爷 能赢不能赢啊 他要赢了 欢泽罢了 我这辈子富贵无限了 他要不能赢 让这安三太这帮人给弄这儿 还不得把我刮碎了呀 走啊 走 直拍这腿 这腿就抬不起来了 神帝王二宿一下 好奴才 不会犯事 看过来吧 两步到了这楼门口 伸手把这门帘一将 啪挑开 挑开 他就没下去 安三太一看见是二宿 那肯定就不上来了 躲在这墙旁边 等于呢 安三太从你一探 帘掀开了 可没人 安三太心里明白了 哦 这是让我上去 这要是让我上去 就没憋着扔我 得嘞 朋友 那我可上去了 拿着小事 大不流行几步 上来 一进来 先招呼刘三 刘三 这三还没说出来呢 环顾一周 这几位都认识 二宿 我可咋 红王白王 蓬蓬 施士伦 包括蹲着那儿的 九门提督于成龙 于成龙啊 那也是二三品的大员呢 护卫京城 他都跟他蹲着 红王白王 二宿 我可咋跟他站着 就这余光一打 那桌子后面还坐着一杯 那是谁 都没敢瞬间转头 慢慢这脖子一转 腿肚子就软了 顺着这转身 哭瞪就跪下了 他比画面有算是聪明 他不聪明能到这个位置 奴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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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 话都没说力了 鼻鼻眼泪汗就全下来了 您说智慧怎么不智慧啊 世关生死啊 这做的是不一样的 您说你碰见 普通的人 或者比您高一点啊 对不对 您比如说您在这个公司 碰您经理直接管您 您要看点没干好的业务 您还心里有点含糊呢 总经理董事长来了 您得什么样啊 您打我来说 您见着队长见着三哥 那还紧张呢 那副总 是不是在见着我们师 我也见不到师傅 好久时间没见过 咱们因为年轻了 想我师傅特别想 有机会肯定能见过 师傅给我说说说 再过来说说 哎 就这么来说您各位气死 也提高不了温柔 这是天父问题 咱没有啊 您想 他瞬间知道这是当今天子了 他想的是什么人来帮我 给我找茬啊 无非也就是余成龙这帮 固为京师的这些官员 平常我在这个北京城 作为货 他们拿我不住 我有后川明王府 老四王爷 他们治不了我 今天知道想把我一网打尽 老了也不行啊 安三爷就在北京的深圳 何况我后边 我是御神干殿下 我的背景有老太后 我有老四王爷 你余成龙你敢拿我 你碰碰倒了 安三爷身上一根M毛 我让你赔一根金旗杆 你信吗 就没拿这当回事 千想万想 没想到当今万岁康熙皇爷 能坐这儿逮他们的 但是突然一明白这身体 心理上这打击可受了 那么大的安三太 乌灯就跪下了 鼻子眼那一块下了 好 磕头我如鸡奔碎笔 康熙皇爷晚上稳坐 眼皮搭着看着这安三太 这丑态 我说这是谁啊 抬起 door 奴奈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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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不敢 喔 安三太 安三爷 三爷你有什么不敢的呀 咱就不说全国在这北京城 还有您三爷平不了的事吗 我都听说了 您当年是耀武扬威啊 三爷您显赫的事可不少啊 撞下力 放炮头 玩滑板 跟拳击队的教练打架 您哪样事不知露脸呢 京城您闯通兵号 三爷您是老愣啊 还有您不敢的事吗 好 现在安三太也不敢说了 只能心里倒过呀 你弄清楚那是拱三啊 那不是我安三啊 咚咚也说过来话 好这脑袋都磕出血来了 安三太 奴才 你竟敢号称北霸天 焦急一帮萧小之辈 在京城胡作非为 难道你要是反不成吗 点了一下这刘三 刘三 把他给我绑起来 这回刘三 竞起身来了 一看安三太都这样了 这皇上胜举已定了 哎呀 早就准备好了 绑起来吗 绳子都拿半天了 您看这够吗 好吧 他也不知道哪儿弄了一大滚 来把他绑上 好这会儿刘三 杨里吐气 拿绳子过来 安三爷 我还刺好刺好您呢 你过来吧 啪一刀领尖就给带过来了 抹肩头拢二倍 穿了又穿 绑了又绑 这刘三还真会绑人 绑的是瓶子扣贼的扣 扣完了以后 这个论谁都解不开了 他想低了 哎呀他 我把他先搁蓝桂后边 他抱不动了 连追连低了再拽 跑着把这个安三太弄到蓝桂后 这样 晚着一推 嘴里还给先生一块抹布 不光推 最后还给了一脚 去你 康熙皇上身边一站 老爷子 再有什么事来 不用您说话 留三会儿就给您平了 杨没吐气啊 好拙真硬啊 他心里想我多虑了 皇上就是皇上了 事是 什么事都能平了 你这会儿安三太 在台上 在楼上 这会儿被绑被扶了 我说的这一会儿 这时间可不行了 您想安三太先来了 后边那三把天带着鱼四拐子 二三百人 那已经到了月明楼下了 就这段时间 感觉着安三太没下来 鱼四拐子聪明啊 从这轿子又下来 架着拐子过来了 我说三位兄弟 安兄弟上去了 可时间不短了 这要是朋友 肯定派人跟他们找招呼来 这一定是仇家 是对的 没准就遭遇不测了 干脆 二几个 可别闲着了 咱们得救 安三爷呀 打了吧 杀了吧 他这一说 这几位都明白了 首当其出的谁 李四李德龙花斑抱 啊啪一下 把这衣服就撕碎了 光着大吉凌 一身就香扒了 从这靴子里 撑 拿起把脑子来 我没说 鸡叶高高 打架 让我李小色先生 就他这一表现 于是拐子心里凉半顶 就你 李小色你就不得朋友就在这儿 你说今天咱 咱们带靶子 你暗地里拿把刀干什么你 你这人心就逮 他这想着呢 这话可不是李德龙要自己真上的 他是拿这话 积宋金刚 他这点把势他自己知道 真正打架得宋金刚上 宋金刚一撩这大场 我说 李兄弟 打架还得用你吗 还得看我宋金刚 这会儿荒杆里也下来了 打了吧杀了吧 到门口有这谁啊 这还有两位弹门的呢 孙启隆和马兽 这会儿人都到了 二三百人全是打手 就吕胜彪跟李德龙 他们俩可不怕了 我人多事正啊 衣服也脱了 脑袋也拿出来了 打了吧 杀了吧 马底下坐地炮也跟他 打杀 抓着刘三 我宰了他 一下起哄 汤子让打汤子让杀 他们这以为可不动 催着底下这小楼子往下冲 这几个小楼子拿人家钱 靠人势力能不听吗 呼啦一下手里哥拿兵器 可就到了龙门场了 按说孙启隆得的王爷的旨 许上不许下 可是安三太和让上去 这些小楼子这几百人 你们一个一个上也顶多 两人三人一块刀 几百人往上冲 那可不行 大掌柜子把这大烟带以后 拿去去 你们要改行吗 还有一小子滴着刀 我说 哎哎大掌柜子 看见没有 这是刀 知道吗 你最好别拦我 你拦我 这要招呼你身上 这可不好受 我让你红刀的尽点 红刀的 为什么我还没退窍呢 我这窍是红刀 知道吗 这 不算了 红刀 这这那当然了 这我这红刀的怎么了 咱没说错 这就刚才我扒出来说 拉我一口的 我让你红刀子 你黄刀子出来 我炸你大肠 我让你红刀子进去 绿刀子出来 扎你苦胆 你使得真没劲 啊喽喽喽 没复跑 大掌柜子 哪里呢 那里呢 我小子小子 可见 就从你的嘴里也打不了我呀 还没打我呢 你就红刀子了 你还是欠练呢 你 来来来来 说着话 就跟这小子身上全部凑合 凑合到什么 够护眼了 够这距离了 这小子是真急了 红刀子举起来 就往大掌柜的身上照着 还没等他扎出去呢 大掌柜的人 烟袋告着了 一勒 这脑子就打碎了 好嘛 这几个一看 哎呦 我们人吃亏了糊了 有拿铁齿的 有拿红刀子的 有拿白刀子的 什么刀子都有 哎呀 这全是从展房拿出来的刀子 好像圆梦回了 对对对 真的 就是谢谢您啊 就冲您这鼓励 我这水平还得瞎瞎 把大掌柜的围上了 大掌柜的真不含糊啊 你刀子 你甭把什么刀子 你招过他身上 他有红链啊 金钟罩铁不扇啊 你打他一下就没事啊 跟这帮萧小支配就打起来了 这几人一看 打不了大掌柜的 吃亏啊 这大烟袋抡起来 呼呼声哄的 挨着死碰你亡啊 哎 有那聪明的 捡便宜的 旁边不还有一学生吗 那马兽啊 长得细细高高 摆点书生 这个一定好欺负啊 呼啦一个人 一下子把这个全围上了 马兽站中间 十几个人就围着马兽了 他们没想到 马兽这本事 比孙启龙还大的 一个小子 这回 拿着一把铁齿 说不错咱这 站在马兽身前 学生 让开 要不然 给你好瞧的 马兽连眼皮都没看 没原事 这几个知道 马兽看起来好几乎的 这铁齿使了个阴招 这手一晃在面门 一领眼神 这手顺着就捅上去了 这一下大招 同样是铁齿铁齿没有尖 但是这个顿气造的伤害 更厉害 马兽那多的功夫 没躲 没闪 直接把这股血 运到小虎 就这铁齿 砰一边 就扎到马兽小虎 这小子就感觉 这虎口发麻 就跟这铁齿 扎到墙上一样 还没等 刚把嘴脸 眼睛刚一睁大 一惊讶的功夫 马兽都没用 脚里的兵器 这俩手直的 这就探出来了 为什么 原来马兽 他妈给他练武的时候 最后的都是打石头仁 侧侧马兽这功夫成不成 是给石头仁一嘴巴 一嘴巴 这石头仁脑袋就下去了 这回俩手直的杵肉脑袋 耳同听就听 这俩手直的已经在这人 脑瓜瓢后边 俩手直的把别人脑袋给杵肉了 这帮小小之北 好嘛 这比那大掌柜能得更大呀 隔几个 别闲着了 一块上吧 这会李德龙 吕胜飙 这俩头也不能笑手 挡挡挡挡挡 各拿兵器 李德龙是拿着哪的 当然他往前上 他是最阴的 看这马兽被一群 萧角之被围着 他找这空单 老找这马兽的后脑膳 想着马兽哪一下 落得通 过去这一刀 就把马兽给扎哪了 你这运气你得这准备好了 你不像孙启龙是他全身练着横链 随时可以打 马兽就这一股气了 吕胜飙呢 你这个李德龙更实在一股 没兵器 旁边有一个幌子的大杆子 大猪杆子三米多长 啪一圈拧下来 这手当大杆子是 一看这小子有点本事 扎一趟六合枪啊 何谓六合枪 那三合再三合 那三合我就不备了 大杆子一拧 跟这孙启龙就打起来了 铁罗汉送金刚一看 好这俩一人强敌了 我上去不上去 我别上去了 我呀先就安三太夫 大厂拖去以后 顺着马凳上就站起来 站在马安子上了 跟底下小辈一说 刀来 旁边这些 打手呢 有的拿刀啊 啪就这刀就扔上去了 宋金刚那把是在那的 他不用看 回手一抓 这把红刀子就抓在手里了 怎么了 这班人都用的是红刀子 孩子是红刀子 我说错了 这把刀子就攥在手里了 没工夫理得李德龙跟李盛彪了 先就安三太夫 他也不走门了 站在这马上 马上有劲的 人借马力 轻功也好 插一下起来奔二楼 飞来椅 窗户就飞进去了 这屋里面二楼门口是谁啊 就那九门提督于成龙 低了一百指灯 跟他蹲着呢 他什么意思 强文叔咱们说了 真说一打起来 剿灭这四把天 他这灯是个信号 在这二楼飞来椅探出去 一给信号 这街上埋的都是御林军 都是兵士 但是呢 他有要求 我只要不伸这灯 打得跟热窑似的 你们也别出来 他这正蹲着呢 突然从飞来椅 这二楼窗户 飞来一人 他虽然没有什么功夫 但也有意识 这也准是对皇上不利 往敌对方 手上没什么兵器啊 这不就一个灯笼吗 灯笼这灯笼杆啊 我先给你一灯笼杆吧 拿灯笼杆就扫 宋金刚这功夫 能让他扫上吗 上来一看 一东西扫过来了 这脚一踩这脚 书里说的啊 当然他这不符合实际这情况啊 这叫八不赶缠 借这脚的这 啪一腾起 这杆就躲过去了 于成龙扑落的空 已经就快到这个窗户这 这会儿 这会儿宋金刚要是拿刀一回手 那这个于成龙这脑袋就掉了 但是知道这屋里有人 没工夫不提这个人 但是也不能饶了他 后脚一使劲 啪一下 踹着于成龙屁股杆上 于成龙登登登登登登登 往前跑 啪一下 啪的这飞来几声 这登登登就探出去了 这信号就给出来了 三街五巷 胡拉胡拉胡拉 玉民金的 好几百人好几千人 也不知道哪来的 就冲突着跟楼底下 这帮萧小之外就打起来了 这一看飞来一人 知道这个轻功提供术好 又给了于成龙一脚 这就不是一般人 这是江湖人士 那这些什么红王 白王 二素 战舰大将军 白个胆 这能力就打不着了 够不上了 有两位江湖人士 保着皇爷呢 一个是关太关小夕 一个是皇天霸 这俩人手当其冲 俩人配合多年了 关小夕这兵器就出来了 关小夕这兵器可不一般 是把免铁折刀 怎么叫呢 平常您看不见的这把刀 当腰带 盘在腰上 前后一边粗 带子一挡就跟着腰带着 真正临提的时候 嘎嘣一摁 崩瘫一开 这把刀就出来 软中硬 硬中软 插招换势 跟着宋金刚就打起来了 两刀一碰 宋金刚就知道 坏了 吃亏了 我这是 底下这些人 随便给我扔这一把刀 而且这刀还不是正常 这红刀子 人家那是宝兵器 两刀一碰 吃着刃了 这也就是宋金刚有经验 躲着这把 赶紧把撤出来 这要稍微迟一点 关小夕扒这一拧乱的 这把红刀子折了 宋金刚心里知道 人家宝兵器 我吃着亏的 我不跟他 能碰上这刀 碰上刀我只吃亏 插插两下 我这刀变修脚刀了 那还跟人打什么呀 但是这本事上 压着关太关小夕 不是磕 就是扫 反正这俩日 碰过着 俩人打得正热闹时 这兵部蓬蓬 跟这施士伦 一看江湖人士来了 关太关小夕 跟这个黄天挂 要是能抵挡得住 万岁黄爷没有危险 这要他们俩 打不过人家 一刀过来或者一镖过来 万岁黄爷有个闪失 我们承担不起 赶紧把老爷子就驾请起来 我说东西 您您您起个假 赶紧的到一个角落里 俩人挡着 说他们俩挡着有用吗 那也就是当个赵盾呢 万一一个镖过来 是不是先扎死他们俩 那就没人保护了 再是万岁黄爷 最起码抵挡一阵 这会儿康熙黄还不乐意 哎哎哎二位二位 闪闪闪闪闪 同样花一百块钱 怎么不让我看 你们俩胆着我干嘛 他说他不懂这个 他得看看热头 但是黄爷聪明 他得看这个黄三太的表现 黄三太要是镇定自若 那一看就是关小溪 关太占着上风 要是面目紧张 提着心吊吊胆 那这来的这刺客 肯定比关太的功夫大 这会儿扭头一看这方 黄天霸 这汗也下来了 眼睛也瞪圆了 这俩手拿着这镖 以镖注明了 这三只镖都抽出来 就知道关太不是这位的对手 这会儿大时间长了 就看得出来 能内上宋金刚确实压着关太 这会儿再不救 关太败了以后 那就得黄爷有危险 黄天霸这三只镖 出了个声 他们那跟关太都对好了 出一声你躲 我这三只镖过去 擦着那眼跟台子过去 准把这敌人给灭了 顺一说 关太一躲 这三只镖就过去了 按说这三只镖 黄天霸这镖 陆林上谁也躲不去 但是宋金刚都没打 免得其难一看三道光影 过来了 上面躲开了 下面躲开了 中间这再躲 不好躲开 也不分难看不难看了 说江湖人士功夫这么大 干脆我呀 难看就难开了 刀一扔 腰眼一使劲 咕噜咕噜噜噜 在这个楼板上使一咕噜毛 标识躲开了 人也躺地下了 滚到得有两米多半 滚到哪了呢 滚到这红王是脚底下的 这红王跟那站着 那胖大的身躯 一看那四颗滚回来了 我不能不上手啊 打不了他 我也得给他好瞧 我也没有兵器 前文师傅咱们说了 他跟白王上来 一人架了一死鹰 一人低了一丝狗 他就低了那死狗的 他的死狗呢 就搁那个斗采 那个康熙那个大罐里了 实在没有兵器了 把这死狗扔出来 啊不啪一片 拿这死狗 砸这宋金刚 你看戏狗都充兵器了 也不光是三天两人道 宋金刚躺着 咕噜一过去 一看一大个 黑乎一东一拍过来了 谁知道是什么东西 一扭身站起来 抬腿就给红王一下 胖大了 登登登登登登 就给踹出去 咕咕噹一下就坐在那 顺手把两层架子起来 嘎啪就给撕开了 这也是兵器啊 碗那一粒 你们呀 也就这能的 这楼上就进入焦灶状态 这要是再支不住 那万岁皇爷就有危险 这会儿宋金刚的性情到来了 主动出击 但是他心里有心的 我不是的 他不是让皇上来的 我不是次王杀下来的 我是救安三太来的 他这眼睛就学摩安三太 一看那个画牛丝在梁桂旁边瑟瑟发抖 眼睛还往底学摩 圣金刚聪明 准知道安三太在那 蹭蹭一 一下穿过去 啪的一掌 把牛丝推走了 没想到 安三太还真在这 这也不用说 给姐松绑了 这叫人来的 这会儿大敌在前 哪有那个时间呢 一把揪起绳子 夹着自己这个叶像 真有功夫 那意思 苹果这功夫清功 甭管这多少人拦我 我就能脱身 这会儿黄天怕可急了 三只镖从来没有人躲过 我们这皇家门那三只镖 哦 这位躲过去了 那我只用杀手讲了 就得甩头一子 怎么了 前面也是个铁绝子在尖 挺沉 这一根带着龙绳 这要再想躲 那就躲不开了 啪哒这龙绳打出去 铁绝子飞过去 其实按说宋金刚的本事 还是能躲开 但是没想到 这会儿加的安三太 他如果把安三太扔下 或者从楼上扔下去 凭他的能力 就算再难看也能躲开 这会儿看出 宋金刚是个人物自豪 有江湖意气 说我这会儿把他扔了 我自己跑 不行 我把这安三太都转过来 拿他挡这铁绝子 也不行 我宁可挨他这一兵器 我也把安三爷 握着一起 再躲躲开了 把尖头上扑就给定了 黄天霸一抖了手 这铁绝子拔出来 这血刺一下就刺出来了 这会儿宋金刚管不了那么多了 带着商 夹着安三太 也奔这个楼口了 想从这就飞下去 没想到从楼下上了一人 谁呀 赛北达子赛毛髓的杨香武 老一番的英雄 早就跟那儿蹲着了 看着宋金刚夹着安三太过来了 张手说这个看标 其实没有标 怎么的 从来不用标 要留一堆散碎银子 把这打出去了 宋金刚夹着安三太 这手一滑了 没想到 黄天霸这铁绝子 第二绝子又来了 甩头一死又到了 这回商的中午 打到后背 只打进去一寸多深 再拔出来这血就出来了 比刚才尖头这山更重 这人一流这么多血 宋金刚眼前一黑 可就没有战斗力了 用尽最后力气 把这安三太从楼上去给扔下去 自己就趴在这楼板上了 杨香武和各种的英雄 包括这些王爷官员 过来妈尖头笼儿 被杨香武小脑子一拔 顶在伞头子上 别动 看你是个英雄 你要再反抗 我可挑你的手筋脚筋 把你变为废人 宋金刚这会儿也是心灰意冷 一想 嗨 我也就尽这么大力 舍命保的安三太 我把你扔出去了 是死是活都是你的命 我呢 朋友道我尽完了 真把我挑了手筋脚筋 我成为废人 也是不值得 干脆就这命 认罪伏法 安三太到楼底下 安说摔死了 为由 宋金刚有手法 就这一下 虽然受伤了 但说 摔不死你 掉在地上连滚在爬 这会儿就听远处 挖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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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又一备人买了 谁呀 就是他的后撮 老四 王爷们批 怎么老四王爷来了呢 坐地泡跑了 给老四王爷送信去了 也就他能保住了 金鼎绿泥大叫 老四王爷一来啊 安三太都没有礼数了 直接穿着轿上去 哎呀 我这爸呗 干爹都没有了 爸呗 哎呀 哎呀 没准备好 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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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听书也是热诉的 爸呗你救我 哎呀 不要我皇叔啊 不容我 嗨我呀 这会儿呼啦呼啦楼上 这人可就下来了 康熙皇上也下来 知道那绿泥金鼎大叫 这是老四王爷 我不跟我四叔对面 对面说不清楚 只能保着这安三太 我干脆在楼里面 引着这柱子 我就待着了 官太包括这个皇天霸 来人保着 这会儿出去迎接老四王爷呢 就是神力王阿尔素 带着这一众的重臣 他是王爷 他也是王爷 但是他是他的叔 咕啦跪倒 我这一跪 哎呀 好 这老四王爷可不着了 哎呀 阿尔素啊 是谁挑唆你欺负我这个小三 多好的一个人呢 你们欺负他 说是谁主使 他是给这个阿尔素一个台劲 阿尔素呢 这会儿你心里想 我这四叔怎么也掺和这个 他嘴还笨 说了半天 也说不清楚 甭看是那个 一人之下半人之上 神力王阿尔素 功夫有力气 嘴不行 白刀子他能说成红刀子 嘴不行 说半天 这会儿群臣也都跪去了 杨湘虎也跪去了 杨湘虎看着心里就恨了 江湖人的脾气泛起来了 眼看着 这安三太就被我们拿住了 没想到来了这么一老小子 好嘛 仗着你的身份 你是皇上的皇叔 金鼎绿泥大叫 他跑你叫下去了 皇上都不敢出来 谁也治不了你 说话 到手的这个安三太 这就叫非了 我这脾气能容你吗 他身形也小 心动也快 塞毛隋的杨湘虎 本来跪在后边 神力王阿尔素 跪在最前面 三转两转 三挪两挪 他就挪在这个阿尔素身后边 前文书说了 阿尔素神力王 穿一身皮袄 身上还带着家伙呢 带给鸟冲的火枪 他跪着了 火枪 可搭在尖头了 杨湘虎从后一看 得嘞 这火枪正冲着他那脚子 什么王爷 我先开一枪吧 我这一枪不打死你老四王爷 我也打死这安三太 他过去就搂这扳机 旁边有人看见没有 看见的人少 也有看见的 蓬蓬跟这诗诗龙看见 想拦拦不住了 一楼半地 砰这一下 一堆铁杀就打出来了 但是这一惊动 你想 扛着这个阿尔素尖头了 他一楼 阿尔素稍微有点紧动 稍微一台声 人想打出去 那这墙一台 那这角度就大了 没奔着这老四王爷 跟安三太去 直接打着这绿泥 金顶大轿 扑着一下 把轿顶子都打碎了 老四王爷那也八十多了 狂郎一声 不知道什么事 一口气没上来 谈赌门 死过去了 安三太一看 好吗 死得好啊 我这事算平了 我告你一个惊架之罪 害死老四王爷 我到太后那 请旨去 我这命算保住了 这尸身 我就不离手了 他抱着这哭 本想到催着人 赶紧的进皇宫 没想到 这会儿梁九宫来了 带着顺志爷的皇旨 这顺志爷死的时候 都说出家了 但是传给康熙皇的时候 留到一道 密旨 就是说康熙皇上 在位之时 如果有这些长辈 什么皇叔 干扰他治国 我留下一道皇纸 格杀勿论 有这道纸 完了 安三太这命保住了 当着众人这么一宣夺 好最美的就是杨小国 安三太 你今天死定了 众人过来 也不管老四皇爷的尸体了 把安三太拿出来 把这个宋金刚也压见过来 包括那俩 也绑着 压入天牢 党后发落 康熙皇上没了 您没看我四皇叔死了 脸上不好看 心里没 我平常啊 干点什么事 就这么一个大半 老是他跟我这儿搅晃 这会儿他死了 我脸泪哭两下 也没事 以后我说什么算什么了 到了皇城 叫论功行赏 评论之下最大功劳的 心里明白 就是这杨小武 干脆我呀 看看这位 怎么封这杨小武一个大官 但是刚想到这儿 又把这心思收回来了 我封杨小武官啊 封什么 他也不受 为什么呢 我又不是第一次封他官了 想当初我封过他大官 他距离不受 怎么个不受 下回学生给您说清楚了 开书三道九龙碑 好好好 白刀子红刀子白刀子